請問不好意思 進入投票所內 禁止使用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 如其他手機請先關機或交給我們保管 謝謝 好 那我把關機 我就可以再進去忙 是的 投票日當天 民眾排隊準備進入投票所內投票 這時手機鈴聲卻響起 巡務人員立刻上前提醒 進入投票時 記得先將手機關機 或是暫放在保管區 以免違反規定 台北市選委會 與信義區公所共同舉辦 投票模擬演練 針對民眾七大投票的NG行為 進行預先模擬 如果你當天 如果你來投票的時候 你違反規定 你基本上滑金是非常貴的 像是五十萬起跳這樣 這個所以我想市民要小心一點 要保護自己的核包 欸 我看錯了 我要換票 我要換票 不好意思小姐 如果我幫你換票 趕快把你的選票投入投 為什麼會換票 為什麼要換票 一規定是不行的喔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我不要合了 中發選票撕了 有民眾領票進入圈票之後 發現蓋錯選票 向選務人員要求更換選票 由於無法換票 憤怒之下撕毀選票 立刻遭到寒送法辦 以上是歷屆選舉常發生的狀況 台北市選委會特別提醒民眾 千萬要注意投票相關規定 以免因為違反選罷法遭罰 因為我們今年有這個選戶工作 也有防疫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年的投開票所也有增加 那我們的投開票所裡面的隔屏 我們也有增加一個是防疫隔屏 然後我們對於身心障礙的朋友 我們也有一個身心障礙的投票隔屏 所以我們今年的準備工作 比往年都更為慎重 那更為繁重 所以我在這裡也特別感謝 我們所有參與選戶工作的同仁 跟市民朋友 我們希望還是選戶能夠把它做好 因應疫情 今年也特別增色防疫圈票區 保障民眾投票權益 而為了鼓勵申請障礙者能夠安心投票 也邀請唐寶寶們體驗投票 認識投票過程 北市選委會十足的演練 期盼投票日當天 過程一切順利 讓民眾用手中神聖的一票 選賢與能 記者陳秉倫 台北報導